我們在上傳GamePath的圖片的時候 有可能會發生圖片的邊邊或文字的部分被切掉的情況 這是因為Roblux的GamePath圖片是圓形的 所以Roblux會把超過的部分給全部切掉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按照GamePath的標準來製作對應的圖片 雖然說在GamePath的設定頁面上面寫著大小應該要是150x150的 但是在Roblux的API教學中上面寫著 Roblux建議使用512x512像素的模板 我們可以到這個Roblux的教學網站上 往下拉 找到這個Creating your own icon 把它點開來 這裡有一張GamePath邊框的圖片 我們按右鍵把它儲存到電腦中 卡克會將這個頁面放到影片底下的資訊欄裡面 接下來我們可以使用任何修圖軟體來製作GamePath的圖片 卡克我習慣使用Canva這個網站 我影片的縮圖或一些公告用的圖片呢都是使用Canva來製作的 如果你會使用Photoshop或Photopia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你習慣的軟體就可以了 在你註冊並登錄完Canva之後 你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自訂尺寸 我們輸入512x512 按下建立新設計 我們首先要先幫這個GamePath圖片準備一個背景顏色 我們點擊左邊的元素 找到線條和形狀 我們選擇正方形的形狀 我們將它給放到最大 將它填滿整個設計 然後點擊左上角的正方形 挑選一個你喜歡的顏色 接下來我們點擊左邊的上傳 我們點擊上傳媒體 將我們剛剛下載的GamePath的 圓形邊框給上傳 上傳成功之後 我們點擊它將它放到我們的設計之中 接著我們同樣的 將它給放到最大 填滿整個設計 接著我們點擊右上角的這個 鎖定 我們將它給鎖起來 再來呢你可以同樣上傳一些 你經常會使用到的圖片 或是你可以到元素選項中 搜尋一些Canva免費提供給你的一些圖片 接著我們來稍微編排一下 在你編排完之後 最後我們可以到左邊的文字 選擇一個你喜歡的文字風格 如果你看到左下角有一個 皇冠的符號 這就代表 這次只有購買Canva Pro會員才可以使用的 不過免費的其實我們就已經很夠用了 反正我們在整個設計的過程中 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不要讓你設計的東西呢 超過黑色的圓形邊框 讓你全部設計完之後 我們點擊左上角的答案 按下下載 右上角跳出的視窗呢 可以選擇你要輸出的圖片類型 我們就使用預設的PNG檔就可以了 我們點擊下載 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張標準的GamePath圖片了喔 如果你還不知道怎麼創建GamePath的話 你可以點擊右上角資訊卡 觀看這部影片 在影片的最後呢 要特別感謝所有加入頻道會員的好書寶們 有了各位的幫助 克拉克才有辦法更穩定的製作更多關於 開發Roblox遊戲的教學影片 如果你還不想加入會員 那你也可以選擇幫這部影片按一個讚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 開啟小鈴鐺 這樣同樣能夠幫助到這個頻道的成長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這裡是克拉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